换个话题 说前两天在一栋废弃的旧楼里边 发生了惊险一幕 一个小伙子站在四楼的窗口 谁劝也不下来 他这是干啥呢 画面中 一位小伙站在一栋废弃旧楼的四楼 时不时在阳台边来回移动 情绪十分激动 随时可能坠楼 看的人是心惊胆战 车开走 车开走 救援人员到场后立即兵分两路 一组救援人员在下方铺设救生器垫 一组救援人员前往小伙所在楼层 试图进行劝解 可这小伙拒绝与人交流 还不让消防员进入屋内 大约一小时后 小伙的家人到达现场 救援人员让家属靠近给他送水 分散注意力 但小伙子依旧大喊往后退 不让任何人靠近 你不要紧了是不是 下来吗行不行 我又给人下来行吗 我后退 我后退 弟弟 我后退 僵持了大约两个小时 救援人员趁家属劝解时果断出击 将小伙从阳台上一把拉下 其他人也迅速上前 把小伙子牢牢地控制住 快跑上来 这要是真掉下去了 还咋搞对价 啥不啥呀 生命宝贵只有一次 每个人都应该好好珍惜 有道是三寸气在千般用 一旦无常万事凶 咱们都且活且珍惜